企業家學者金頂公司董事長 一字排開就開記者會 因為日前經濟部工業局規劃 再彰化新建第十座焚化爐 金頂焚化爐 一度被當地的環保聯盟抗疫反對 但彰化企業家卻表達不同看法 力挺先進廢轉人的技術 同意興建焚化爐 不過當地的環保聯盟呢 則是認為彰化的焚化爐密度 已經太高 再設置會對居民的健康 甚至衝擊養殖環境 我們的焚化爐量就有到高達64萬噸 但是我們全彰化 每一年所需要的焚化爐的量 只有9萬噸 這個跟我們實際用量差了7倍 我們彰化真的不缺焚化爐 那金頂焚化廠 對本縣的廢棄物處理 其實沒有設廠的必要 如今雙方各持不同意見 到底要不要興建金頂焚化爐 以及興建後 日後要如何的來進行運作 恐怕還得進一步取得共識 並非得到達水化爐 並非得到達水化爐 並非得到達水化爐